韦诗豪摊上大麻烦 最新处罚或出炉 马宁真不是好惹的 高宏波质疑 大家好 我是老九 欢迎观看老九聊天 最近的一场中超比赛中 广州恒大队的球员 韦诗豪在与上海生花队的比赛中 失控不止 不断的向裁判马宁表达不满 他的举动包括鼓掌 嘲讽和指着鼻子骂人 这使得马宁不得不毫不犹豫的 给予了韦诗豪一张红盘 这个场面也是引发了 非常广泛的讨论和各种批评 韦诗豪的行为无一时不可接受的 无论是对于裁判的判罚 还是对于比赛中的争议 球员都应该通过正确的方式 表达自己的意见 并且接受裁判的决定 但韦诗豪显然是摊上大麻烦了 因为种种迹象表明 韦诗豪有可能会因此而获得处罚 多拉多是韦诗豪的参考 韦诗豪可能被禁赛七个月 不得不说马宁最近很出名 而且是非常不好惹的 国安主场对阵上海海港的比赛中 马宁吹口哨 喊话国安球迷进监狱 武汉球迷赛后留言 我们欢迎马宁来武汉做客 马宁确实连续三场判断失误 甚至忘记了武汉做客 上海海港时 已经给任航吃到黄牌的低位失误 马宁出牌率很高 不到五分钟 就向教练组交出了一个点球 两张红牌和一张黄牌 不少球迷对于马宁是非常争议 而裁判圈子自始至终 都没有被这次的反腐波及 也是让球迷对于裁判圈子非常质疑 高红波更是担任裁判的主要管理 同样也遭受了球迷的质疑 中超想要踢好就这么难吗 大家怎么看待韦诗豪事件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 对于马宁出牌的质疑